大學指考今天終於考完了 考的是社會科 歷史 地理和公民 考生認為歷史和公民比較難 那麼整體來預估 自然組考生的錄取分數 會比去年大約低15分左右 大學指考今天最後一天 考的是歷史 地理以及公民 上午第一節考完歷史後 多數考生認為不容易作答 而且有文言文入題 難度增加 也有考生認為這次有許多觀念題 需要有歷史素養才能夠順利作答 以今年地理科的題目的出題的形態 有下面幾個特色就是 難度有略略的比去年的考試題目 跟前年題目有稍微難一點點 均標跟前標 頂標都略為下降2到3分 歷史的考題大致來說配分非常的平均 第二個大特色就是 文字量比去年減少了一部分 但是基本上來說 很多閱讀的難度卻增加了 今年的高低分的差別 比去年會稍微提高一點 下午考完公民與社會後 補教協會估計 受到考題難度增加影響 自然組錄取分數比去年下降約15分左右 且由於這次只考自然組考科偏難 預估會有許多自然組考生 跨組選田社會科系 今年的三拐系競爭可能會更加激烈 題目看得懂就還算好寫 因為手寫題比較難 因為手寫題可能就比較 經典是比較又寫自己的想法 蔣衛水跟林謝陽誰活比較久這樣 看你有沒有了解深入了解 為期三天的只考終於在下午落幕 考生終於可以鬆一口氣好好的去放個假 大考中心表示7月18號上午9點 就會計發成績單以及公布五標 各科成績及總分統計數據 到時候考生就可以根據自己的分數 做出落點分析 8月6號就會全部放榜 UDNTV綜合報導 下午早